日本時隔二十年在神奈川縣二度舉辦國際關鍵試 也就是國際海上閱兵 同時紀念日本海上自衛隊創設七十週年 總計有來自美國南韓等十二國共十八艘艦艇參加 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登上海上自衛隊 最大型護衛艦出雲號教越 並再度譴責北韓不斷試射飛彈的行為 日本航空自衛隊七號宣布和美軍進行為期七天的聯合軍演 除了日本的五臺F2戰鬥機外 美軍也派出兩臺F16戰鬥機以及兩臺B1B轟炸機 面對北韓不斷試射彈道飛彈 日本防衛省也表明有意處理各種狀況 來進一步強化美日共同作戰能力 北韓二號當天就發射高達二十五枚各式飛彈闖下紀錄 其中一枚甚至落在南韓領海附近 五號更是再射四枚短程彈道飛彈 禁止美韓聯合空中軍演 對於北韓連番挑釁 美韓動員兩百四十台戰機回應 並將軍演延長一天 最後まで超強力対応で答える 等警告していました 朝鮮軍方七號表示 對於美韓聯合軍演 北韓在十一月二號至五號期間 進行了反制軍事作戰 未來也將會以持久堅決 壓倒性軍事行為作為回應 記者黎靜報導 他是澎湖福澎喜萊登酒店推出的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二十多種的胺基酸 但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再加分